今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中国大陆的网友和台湾的网友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能说的是 自从我上网以来 二十多年时间混过很多网站 见识过很多很多的网友 总体上讲 台湾的网友和大陆的网友确实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缺乏交流的诚意 往往是很有攻击性 一言不合破口大骂 今天你说的观点跟他一样 他会很开心觉得你是他的知己 明天你说一句他不喜欢的话 转眼就会骂你甚至去举报 所以这种事情 会让人产生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 他们即便今天表示对你的欣赏 你也不敢跟他交朋友 在这种环境下 你要说自己的真心话也会比较难 你想透露自己的隐私 你也不愿意透露 因为人和人之间防备心会越来越强 这是中国大陆这些年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然以前不是这样的 在2000年前后 那时候中国互联网的交流环境还是不错的 即便到了2008年那个时候 受的交流方式也比现在好 有些东西的变坏 是这些年才开始的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坏呢 因为上网的人多了 你在1999年或者2000年 那时候你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看到的人 大多数是学历比较高 见识也比较多 然后呢也比较文雅 这些人彼此交流 这个互联网的环境就会比较好 但是呢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 这种交流环境就越来越差 无论是谁多上网了 面对都是网民了 那就是说 网民的数字不再是数字比较高的那群人 而是平均水平 或者说平均以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有修研的人反而会更加温和 不轻易说话 反而是那些没有修研的 特别暴力的 见人就想骂的那些人 他说的更多 所以从2000年到2024年 中文简体互联网圈的这种风气 不是变好了 而是越来越差了 相对而言 台湾的网友交流起来 要温稳尔雅很多 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攻击性 也许很多人 他们是很不喜欢你的观点 但是呢 他不会用强烈的攻击性语言 去表达出来 但偶尔也有一些 比较不客气的 比较尖刻的 或者有攻击性的 或者显当然 甚至连你的题目都没看明白 就要骂的 这种情况 两岸都有 但是在台湾网友里面 数量比较少 这个原因 我猜想是因为 台湾这个社会比较温和 人和人之间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戒备心 不像在中国 人和人之间的戒备心 要强烈一点 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肚子的怨气 要找个机会发现 好不容易在网上看到一个他觉得要骂的人 他就会群起而攻之 或者一种快感 更有甚至会去举报 因为中国的互联网 各个网页 自从2012年 13年以后都增加了一个点击键 叫做举报键 这是鼓励网民互相举报 所以 我在中国写的公众号 好多个都被封杀了 这也是让我放弃公众号 跑到YouTube上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很多人 他看你的文章不爽 就会去举报 那举报的结果 就是 你辛辛苦苦经营的一个战号 没有了 然后你就会非常的郁闷 影响了心情 那么台湾的网友 他们对于举报似乎不热衷 他们也没有形成这种热爱举报的习惯 第二点差异呢 是台湾的网友 更喜欢 为你提供各种详细的信息 表示一种友好的交流诚意 当然在台湾那里有的很多信息 很多资料 都是在评论区发现的 本来我不了解 我只是起一个头 我只是一字半解 但是呢 我的不对的内容 或者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内容 台湾的网友就会 找到各种资料 贴在评论区 可能是你更喜欢的地方 这个你说的内容 我还给你补充一些更多的内容 或者说你说的不对 我在别的地方找到资料给你看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们会贴一些非常非常详细的内容 这样我就是从这种办法来学习我对台湾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关于台湾的路名改名这个事情 很多网友都给了很长的内容 你看这是我在里面所看到的 他们都会写上200字 300字 甚至400字 跟我讨论 纠正我的一些错误 然后呢 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 补充各种细节 有时候还会意外的为我提供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 这位网友 他找到的资料很详尽 甚至后面还有三和四这样的参考文献的那种方框号 显然这应该是很正规的学术资料 或者是伟纪百科之类找到的 而且他提供的内容 对我要来说很有用 因为他告诉我 就是高雄的民族民权民生改成三名乡 后来说为了限制西安山的信徒入山 就把这个甲仙区被划入了三名乡 然后呢 我就想这个地方离高雄不远啊 我就应该来看一看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信息 我来到了甲仙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此时此刻 我就在甲仙 然后呢 从他所提供的西安山这些教徒的事情 我又找到了很多很多资料 我发现一到谷歌地图上 你点击这个地名 会发现台湾网友的评论会非常的详尽 跟中国那些什么大众点评上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会经过很多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我就查了一下西安山这个地方 就找到很多很多的人提供了西安山的历史资料 后来我查了甲仙区 我又查到另一个资料 就是这个地方 曾经发生过一次洪水灾害 就是巴巴水灾 一个叫小林的村 整个村被毁灭了 所以 我又去查这个资料 我又去查那个山 当时是怎么从1600米的山崩塌 掉下来 这些资料 我是在小林村 纪念公园 这个谷歌地图下面的 评论区找到的 就是说 这些台湾网友 他们旅游这个地方以后 他们会在评论区提供非常详尽的各种资料 我正是看了这些网友们提供的各种信息 让我觉得 明天我应该到小林村去看一下 看一看这个发生灾难的地方 如果有可能 我还会去西安山看一下 看看时间是不是来得及 我要非常感谢 这些愿意分享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感受的这些网友 正是靠着他们 我的台湾之行 才可以这么轻松 愉快 如鱼得水 而不是不知所措 有些台湾网友 他们真的是很愿意和我交流 比如说我在评论区看到这位网友给我的评论 写了非常非常长 加起来接近有一千字 就是我在聊到宗教信仰问题 他就提到了台湾有一个可以给大家哭的一个包裤庙 大陆因为哭庙这个事情被禁止了 然后他又提了很多很多台湾的宗教信仰的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也很大的增长了我的见识 现在很少有人用一些很长的文字帮你找资料 只有真正欣赏的或者是真正要和你讲道理的人才会这么做 台湾网友和大陆网友还有一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台湾网友的人文修养明显的高于中国大陆的网友 这可能和教育体制有关系 如果一个教育体制限制你看更多的书 限制你去接触太多的各种不被认可的不被允许的思想 那么你在人文思想方面的修养就会不辱别人 有些问题是没关系的比如说你做数学题 不会因为说你在这个积分方程有什么思想问题而受到限制 或者被受到审查这是不会的 但是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人文这方面 各种和价值理念有关系的东西 如果你是在一个消息一封闭的思想受到审查的 从小受洗脑教育的环境中长大的人 这方面的人文修养可能就会不辱别人 从总体上讲台湾网友的人文素养明显的高于中国大陆网友 尤其是他们对于多元文化的了解 对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人文总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中国大陆 这不是高一点点 以上内容是我所感受到的台湾网友和大陆网友的一些明显区别 当然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别 就是中国大陆的网友喜欢用简体字 台湾的网友喜欢用繁体字 虽然有些大陆网友也会喜欢用繁体字 比如说在文中有一位叫听涛子的 以及类似的这些朋友 他们是坚定只用繁体字 从来不用简体字 而且他们对古文字很有研究 从加古文到今晚都有研究 这种人也是有 但是是少数 有些人他们喜欢冒充自己是香港人台湾人 但是呢还是很容易露线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习惯的输入法 它的词组或者是各种常用语 它是不适合输入繁体字的 它在高频字的前面都是简体字 所以这些人经常是输入简体字 然后把它自动转换为繁体字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就像机器方译一样 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比如说发长的发和头发的发 乾坤的钱和干燥的干 经常会混到一起 对于这些事情 只要你看一下就会知道 会有一种方译上的错误 还有一些情况是 日常用语不一样 他们习惯的用语 和你们习惯的用语 完全不一样 这是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流和熟悉 你是改不过来的 比如说 正像今天有个台湾网友指证我的 说你在台湾不能说公交车 要说公车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绝对不会把公交车说是公车 因为公车什么意思呢 公车是指政府部门 或者是那些吃财政方的 用纳税人的钱 养的那些机构 他们那些给公务人员用的车 这种就是小车才叫公车 而公交大巴或者叫巴士 在中国是不会被人叫做公车的 所以只要一看这些用词上的细微差异 你就马上能感觉到 他是在中国大陆文化圈生活的人 还是在台湾文化圈生活的人 即便他用的是繁体字 你也能直接判断出来 他可能是大陆人 有些台湾网友他们可能会觉得 中国大陆网友的观点特别单一 而且各种小粉红特别特别多 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 它是一个受监控的 受筛选的 其实中国的很多网友 他们的思想也是很多元 只是他们不表露出来 因为有些观点表露出来 他的账号就没有了 就没分号了 你就看不到了 有些事如果他们说多了 那么可能会受到有关部门的造语 会找他们聊天喝茶 做个笔录 那么他们以后就不敢说话了 所以你看到的那些观点上 特别搞笑的 特别想粉红的 或者特别有某种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 它实际上只是中国网友的一部分 而不是所有 因为正如你们设想一下 如果是在1970年的台湾 那么那些党外的观点 那些反对三民主义的观点 那些其他其他的 那个年代不被政府所喜欢的观点 也是不容易表达出来的 所以呢 当你们在上网的时候 觉得台湾人和大陆人 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异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些观点 是经过筛选的 有很多很多人 他们在沉默 他们不说话 或者他们的账号被封了 被禁止说话 如果有一天 两岸的言论环境 达到一样的自由 你或许会发现 两边的人没有太大的差距 人的观点改变是很快的 1994年 我在工作中 又到一个德国工程师 他来温州转一台机器 很大的一台机器 也要转一个多月 然后我们跟他聊天 他说 以前他以为 东德人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他说东德人 怎么会说那么奇怪的话 看起来好像一个个都 很偏激 脑袋都不正常 但是柏林墙倒塌以后 他见到了很多东德人 发现原来东德人跟西德人 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 在那种环境中 他们会形成那种说话习惯 或者在那种环境中 他们只能以那种方式来说话 在互联网上 我相信也是一样 不同的人 在哪里都有 不是说台湾 只有一种人 也不是说大陆只有一种人 也不一定是说台湾人的观点 非常多样化 而大陆人的观点相对单一 真正的区别 是在于言论环境的不同 而不是人本身的不同 好了 今天我的内容到此为止 明天我会去 我计划中的那两个地点去旅游 今天到此为止再见